试售版的凯约450刷R 百公里加速的极限成绩 我们已经干出来了 是3.4秒 注意啊 这只是一个极限的数字 那它的标准成绩跟极限成绩相差多少呢 我可以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即使是它的标准成绩 也跟比它售价贵一倍的 川崎CX4刷R快很多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车辆的相关参数 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测试之前呢 我还特意打开了我们的APP 查看了一下 它跟川崎CX4刷R的参数啊 注意这里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参数啊 我要画一下重点 第一个呢 是整备质量 像凯约450刷R的整备质量是165公斤 川崎CX4刷R呢 是188公斤 第二个呢 是它的排量 凯约450的排量要更大一点 包括它的刚进行程呢 都要更大一点 那像这台凯约450刷R呢 是有动力模式的 我们选择的是运动模式 然后TC呢 是完全关闭的 那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弹射模式 不过没有用 因为呢 它这个弹射模式 设置的不太合理 那在弹射模式下呢 它的转速被限定在了8000转 但是呢 这台车 它的最大扭矩转速 是在1万多转 所以呢 如果你想做出一个 比较理想的成绩啊 你的起步转速 肯定要在它最大扭矩转速之上的 好了 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开干 那经过现场实测呢 凯约450刷R在空油且开弯覆腾模式下 我们做出的极限数字是3.4秒 那这个成绩呢 是跟KTM的790DUX是一样的 但那台车呢 是有100匹马力的 那在机车圈的测试标准下呢 这台车的百公里加速成绩为4.0秒 二档破百 那为什么这两个成绩相差这么大呢 第一呢 就是因为onefoot的原因啊 第二个呢 是因为空油公众力的原因 不过呢 这台车它也是完全有实力 做到三抬头的 这个呢 咱们后面再讲 那目前呢 这个成绩在机车圈APP加速排行榜中 暂列17位 是要比川崎ZX4双R快了0.8秒 同时呢 也要比川崎宁甲650 还有赛550这些排量更大的双缸车型都要快的 那这个成绩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它的整维质量非常轻 它的官方整维质量呢 只有165公斤 像川崎的ZX4双R 它的整维质量有188公斤 那这里面呢 就足足差了有46斤 将近50斤 那对于400排量的高转机器来说啊 这将近50斤的差距啊 对于加速成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一方面呢 在我之前的百公里加速 抛系的视频里面 已经非常详细的讲过了 总体来说呢 就是排量越小 然后低扭越弱的车型影响是越大的 那第二方面呢 是因为川崎ZX4双R是中规持笔 那在中规持笔下呢 是没有办法发挥它发动机全部实力的 那前面我说过了 这台车它是完全有实力做到三次开头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台车它破百是需要二档的 但是它一档的急速呢 表现是在103到104之间 BBOX的GPS速度是99.5 那这个呢 就非常难受了 因为你必须要打入二档 它才能破百 那像这台车是配备有电子快排的 矿档时间大概在0.1秒到0.2秒之间 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减去的话 它就是三次开头的一个成绩了 不过呢 这个也看运气啊 因为有时候你一档断油冲那一下 也是有可能破败的 不过这种看运气的数据啊 我们是不采取的 那根据它的百公里加速成绩 还有我的实际其中体验来讲 这台车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运动实性的 那就发动机肤面来说 第一个它是一个偏高转的机器 第二个呢 它的百公里加速成绩出来了 已经是干到了4.0秒 然后呢 它的马力机数据我们已经拉出来了 数据也非常不错 马力机图谱呢 我已经上传到机车权APP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先读为快 那这台车的视频说明书呢 我们的赛勒小姐姐已经制作好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下一期呢 我将带来这台车的马力机实测